要了 好 你是谁啊你 你是老板是吧 对啊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这是耍个麻 我跟你讲一下 你这个面啊 应该卖300块钱一碗 这哪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 你现在卖15块 对啊 有客人吗 就那几个客人 对啊 你这样我教你一套方法 如果这个方法有用的话 那我轻他一下 没问题 没问题啊 没问题 保证你店里顾客直接筛买 你看 如果没有用的话 你轻他一下 有用没用都可以 都可以啊 那你希望有用还是没有 怎么啦 这是老板娘是吧 没事没事 你这样啊 我先给你操作一遍 好吧 这是你现在的价格单啊 是吧 对的 15块钱的鸡蛋面 牛腩面48是吧 对对对 你在等吃面是吧 对对对 你看你点哪个 我点鸡蛋面吧 15块的 你选的话也是15块的是吧 大家都会点15块的 没有用了 我再给你加一个 好吧 好 你看 海鲜面298 这哪个地方 这不是内乱卖的 这是用来看的 那我得开开呢 你怎么能把它卖出去 那我做一天老板 没问题啊 没问题吧 没问题 看啊 美女吃面是吧 15块的 48块的 298的 你点哪个 点48的吧 在选中间这个是吧 对 好嘞 老板 牛腩面 牛腩面 点哪个 要不来个298的 这个48的吧 来吧 海鲜面吧 48的可以 48就可以了是吧 行吧 牛腩面来一个 你看是不是啊 全部都是点牛腩面的 对的 以前大家都点了鸡蛋面 是吧 这个倒是有作用的 有作用吧 所以啊 我跟你讲 开门做生意 一定要学会设计 嗯 我举个例子啊 你们平时健身吗 健身的 健还是不健 健 有多健 不是 误会了 误会了 被你们带节奏了 你看啊 我们去健身的话 是不是要办健身卡 对的 来月卡1000块钱一张 记卡1200块钱一张 年卡1300块钱一张 请问办哪个卡 年卡 你看多聪明啊 那我们也是一样的 这叫锚定啊 人们天生没有价值恒定器 这个东西的 它一定是对过参考才有的 比如说我们去西餐厅 如果西餐厅价格表上第一页 一辆飞机两个亿 第二页是辆劳斯莱斯一千多万 然后第三页一个牛排套餐 1088 请问牛排套餐还贵吗 就显得不贵了吗 对吧 一定要给用户一个价值 所以你们以后做价模表 一定要把贵的放前面 便宜的后放后面 他就觉得好便宜 听懂吗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这个叫正向毛 还有反向毛呢 反向毛要不要选 那你把它换个位置 来反向毛 一定要这样子学啊 不然反向毛是什么 你知道吗 反向毛就是 你说你住过房子吗 买过 买过房子吗 买过 中介经常用这一招 哪招知道吧 先给你看几套破的 不好的 位置不好的 还有这个地段不好的 然后呢 当你厌倦了说 哎呀这个地方真的没好房子 然后突然去带你看一套 环境用好 地理位置用好 价格也实在的 你就会感觉哇 好不容易找的套好的 一定要珍惜他 其实他就先让你看看差的 再让你看看好的 听懂了吗 就开门做生意 一定要学会设计模式 没有模式 你怎么做生意呢 都没有人 是不是有用吗 有用有用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好吧好吧 这个我就拿去用了啊 有用 有用 还有 我有用 有用 感谢观看